谁能告诉我我的车油是怎么回事啊朋友们 看这下面 这个油字啊 刚刚我是哪里滴下来的 油底壳滴下来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云南的德庆县 由大家所见我的车子 又剩油了 大家知道吗 我之前在西藏的波密县 距离30公里左右的地方 磕了油底壳 给磕裂了 当时那剩油剩的 我看着好恐怖啊 所以就赶紧开着车 狂奔30公里跑到了波密县城 去了一家修理厂 师傅就给我维修了一下这个油底壳 因为当时没有县城的货源嘛 所以呢油底壳就只能靠粘了 他用了一些AD胶去粘 我感觉当时我感觉不是特别靠谱 我就问了 反复的问了师傅 我说油底壳裂了 你这样粘的话 后面还会不会漏 他说不会 放心 不会有我的独家秘方 但是老实说可能师傅说的错错了呢 要不然就是可能就是上面的发动机有问题啊 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 朋友们我仔细看了一下 好像也不是这上面滴油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发动机表面不干净 有一层油 但是现在也不是那种新的油 因为它这里的一个密封 封不准啊 封不好 所以它就漏油了 去年的时候换过一个密封 现在估计今年还得换 所以说这个油漬我怀疑啊 就是油底壳这边在漏油 果然这一趟旅行就是不平静啊 修车还是得要修的 不管早修还是晚修 还是得要修 我本来想着不修了 但是我觉得可能回到云南 回到云南大理 我就得去买东西了 买油底壳 然后买发动机的油风 做四轮定位 换两个轮胎 换解针器 换弹簧 妈呀 起码有六样东西 六样东西需要去准备去换 可能预算也要花到两千多三千多块钱 我估计 哎 愉笨 除了发动机的这个密封的问题啊 我还得去看一下 到时候得看一下 让师傅测一下这个电瓶 到底还够不够电 因为之前在高原上打火 打得有点久 就跟拖拉机似的 大家懂的啊 然后可能电瓶电量不够 或者火花筛有问题 到时候也得检查一下 然后防冻液应该没啥大问题啊 还够的啊 防冻液 我也不想拍修车特辑的 但是就是这个车 没办法 朋友们 现在的话我要检查一下机油了 我这个发动机它烧机油 爬坡爬的多了 像西藏云南这边山比较多 爬坡一多就烧机油了 得看一下 我这两天都没加机油 大家看 有两个 貌似不用加了吧 就上次加是什么时候呢 是在 边霸县还是柴雅县 我又加了一回 每次加一点点 除了那天在边霸县 我在海拔5000米的山上录影过夜 那天我加了一次 加的比较多 那次加了0.5格 烧油烧的比较厉害 因为 因为那一天我跑了特别多的山路 哎呦我的天啊 跑得我都崩溃了 然后这几天的话相对来说都还好 下坡比较多 因为我是从高原上下来 云贵高原相对来说也没这么高 比起青藏高原来说的话 所以 机油的问题还行 awk了 就 kin搭了 我们怎么办 整体 转 Cant 完 ? 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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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